大家好,我是小微,欢迎收看小微停车 在2005年1月2日正式上市 售价区间为10.98到15.98万元 传奇GM6在外观设计上 与GM8一样 以及当后的传统概念里 MPV优腫朗口的造型 采用了基于光影雕塑苓朗米灪设计理念来达造 钱零部分复杂的格纱造型雖然多 但并不显得砸乱 反而因为这些杜铭誓调改了的雕塑效果 让钱零显得非常有层次的演预 直辑感 传奇GM6的长篷高分别是8780 以及860 10730毫米 轴机为2810毫米 相比SOM MAX和JL6等车型 这个卡通高十分的优秀 完全是具有碾压的能力的表现 从该车的尾部来看 关车式的尾的造型十分的精致 后挡风的面积也很大 几乎占去了车尾的一半比例 整体看上去层次感比较强 也有拉伸车尾的试镜效果 内饰整体的设计以居家为主要 色彩搭配更加有气和力 似乎它含有大量的软质材料包裹 整体程序的感觉是居家风格纹气调 12.3英寸液晶写视频 特技感十足 至于M6的动力搭配的是 11.5体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71码 整体来说呢 成体GM6和12万价位 是一款非常具有竞争力的MPV 无论是从充满设计感的外形 高度居家豪华化的内饰 还是人性化的设置 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台 十分不错的加年MPV 你们怎么觉得呢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汽车资讯 点击视频右下方 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